天空下的彩虹 任途今晚很开心 再次邀请胡契斌医生 胡医生你好 大家好 在这个COVID流行的时代 我们还有机会在这个电台 跟大家说嗨 所以我们在2021年第一个节目 都真的要大家一起感恩 其实让我自己想起 在30年前 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小孩子 小学生 他从香港坐飞机 坐国泰过来美国 来到洛杉矶的国际机场 最初来的时候 会经常听别人说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超级大国 虽然这个小孩当时很害怕移民 因为表面上香港的小孩 以为自己会说英文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我想听到这个节目 大多数都明白我 会心一笑地想起 最初来到美国 尤其是小孩都跟得挺辛苦 但这个小孩最初来到 很幸运 起码是他的家人 开着车来接他 和他爸爸妈妈 但我一看到我这个家人的巨毛巴 好像是1970多年的Fords 这个小学生当时就说 为什么这里的车 比香港的车落后这么多 我想大家都记得 当年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 就开回去Chinatown 駕去Chinatown的途中 这个小孩就心想 为什么这里好像穷乡僻壤 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 我想欣徒你也会有这个类似的经验 我就在想 为什么这个小孩和我当年 由机场离开机场 进到城市的时候 沿途看到L.A.Downtown 那个情景 我是有一点恶言的 因为当年 这个当年是很多年前 我们当年没有现在这么先进 可以有Internet 看到很多东西 看到美国是怎么样 通常以前看的 是藉着一些日历的图片 讲美国 那时我给大家印象 我很记得 我经常记住一些图片 就是在一个很大片的草地 或者很大片的一个草地的地方 有一间很漂亮的屋 原来距离很远又有一间那些 那你就让我幸运了 我最初来到美国 这个小学生当然是小弟我 我1991年来的时候 很快就有Rodney King的事件 就更加吓死了这个小孩 但我自己也很记得 那时候更加吓死我 就是一去到Chinatown 吃完饭之后 我的家人竟然就很努力地 拿些盒子去盒好所有食剩的菜 我想其实大家都记得 至少90年代香港 是没有人会做这一件事 更加就令到我担心 来了什么地方 但是很特别的 虽然那时候都叫在香港 说读挺好的学校 来到由于自己家 就是住在Chinatown 而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你住哪个区 就会去读哪里的中学 高中 所以我就被人派了去 去一些比较入的中学里面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 直至考入大学 我都觉得自己很幸福 因为其实表面上 你会觉得 为什么学一些东西 比香港没有那么深 但是你也会觉得 同学会跟你有聊有聊有笑 我想其实在这里 都被我想到 去到2021年 为什么我会去 说起这个比较落后 我开始在过往这几个月 在医院里面 让我明白到 其实我想当我们想起 美国是一个大国 最主要是因为 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的崛起 所以很多的基建 都是在那时候 1930年 1940年 他们去实行 而接着让我去想到 好像我自己做的 那间公立医院 今年都一百年历史了 所以让我去想到 就是说 当在好境那时候 其实我想大家都明白 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面 好境那时候 资金永远是流向一些 比较发达的东西 或者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 所以在美国 科技是永远因因向荣的 就是好像我们今时今日 大家都已经是上人的 不要说Facebook了 什么叫Facebook Instagram 甚至好像是Twitter 所以比较在科技那方面 我们会很先进 甚至令我很感恩的是 美国可以让我以前叫医生 我想今时今日 印度也不敢这样叫我 都叫胡医生 胡医生也很庆幸 愿无意外 后日就会打自己 第二支的这个vaccine 但是在这些这么高的科技之下 也让我想到这个基建 因为很多时候 好像三四月那时候 当我驾车上班 如果大家都记得 我都跟大家投诉过 就是说 那时候由于真正是 所谓的saver at home 就变成了 整条210 是只有小弟的车 风驰电制 结果就踩了三眼钉 爆了三次态度 但是接着被我看到的是 我们在医院里面 其实尤其是公立医院 好靠的就是说 同事们 大家互相守着我们的岗位 但是到12月尾 当这个COVID的爆发 更加厉害的时候 反而让我看到 原来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 才会令到我们 这个医疗系统有点痰漫 好像在几个礼拜之前 不要说哪间公立医院 其中一间公立医院 竟然爆水后 就让我回想一下 对啊 其实不要说2021年 我1991年来到美国的时候 都经常发觉我们的基建 是比较有问题的 因为始终政府 有钱的时候 又不会拿去维修 没有钱的时候 就只会喊穷 谁知道那天 就是刚好得那么巧 所有救护车 都不会再病人那天 然后当水后一爆 这间公立医院的emergency room 就要关闭三个小时 那么惨 其实在那一刻 让我自己去想一下 就是说 真的很希望 当2021年 未来 美国的环境 经济准许之下 希望这些公立医院 都会得到应得的 维修 维修 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 这些屋子旧的时候 经常都不是在那里漏水 那里又出事 很多的维修需要 做完这一样又要做那样 你刚才说到 公立医院很多时候 都已经这么有历史的时候 它的基建就失收了 但是在这么大的疫情 这么需要 特别是急诊室的房间 或者那些床的时候 它爆水后 即是立刻来维修了 在这个官僚制度看看 我想立刻维修 都要多几个小时 接着就让我去想到 其实在这些这么小的地方 才让我明白到 为什么今次联邦政府 是派很多所谓的engineers 一些工程师 去帮其他的医院 因为好像现在有几间 比较重灾区的医院 他们就会有些工程师派来 希望帮他们设计一些隔离病房 一些床位 很希望在医院的外面 建设一些设施 去帮助有需要的病人 亦都给我自己了 他开始想的就是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说医院好像没有氧气 我自己最初都很天真 我心里想什么叫没有氧气 我天天呼吸的氧气 都不知道多感恩 但大家不妨想一下 其实我们人类最容易的就是缺水 而当我们缺水的时候 我们是不可以去喝海水的 因为海水是未分化为 我们是懂得喝的水 所以在医院里用的氧气 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适合的气压 和适合的化学分解 令到我们有这个真真正正的氧气 而可能大家未必知道的 就是这种COVID带来的病 它会令到我们的肺 需要比平时多成60倍的氧气 所以不少的医院 第一 由于他们的运输氧气的设施 比较旧 其实他们是经不起 一个这么高气压的氧气 第二 我自己也有点担心 当你有这么高浓度 这么快的氧气飘过的时候 一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依然物品爆发 所以这里又要靠 我们一些基建的工程师 去改造这些医院的气候和气压 希望去帮助这些病人 至少在暂时来说 很多时候就要靠这些氧气的铁筒 所以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在我们这个San Gabriel后面的山 的其中一个城市 竟然发生了 因为有两个 幻想了这个COVID的病人 他们由于有一些小小的争执 比较年轻的可能还未因为肺炎的影响 就拿着氧气筒去杀了老人家 所以在这里 都让我自己看到 其实可能大家想起这个COVID的时候 还是想起 我们只要有疫苗的 就会可能减慢这个进程 只要我们大家戴口罩 也都会减少大家 幻想这个肺炎的风险 也都尽量少外出 但是这里作出一个呼吁的就是说 大家不要去想 只是说 医院很多病人 其实医院 去到某一个情况之下 由于这些基建的 未适合我们这个2021年的世代 都会由于太多这些病人需要氧气 而我们只可以去分配给最需要 或者是最有机会生存的那个病人 所以在这里也都看到 医疗的设施 他没有预计到有这么多的需要的时候 去供不认求 跟着来实在就更加影响 那个疫情的或者严重性 还有我想在这里都说出了 永远就是在一个所谓的capitalism 一个所谓的自由的国家里面 很多时候就是说 我们尽量做到有刚好 足够的服务 而不会说请多了人 但是这次大家可以想到的就是 这一种病 由于有时候有些病人 他们是asymptomatic 就是表面上看下去 他们是没有病 所以当我们的医护人员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也有时候不小心 没有想过就是说 他既然看下去了 没有征仗了 可能他是没有这个COVID 但是到两三天之后 当他们这个病开始发出来 我们就很多的医务人员 由于接触过这个病人 就要去被test 大家都知道的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所谓的检验 是不会立即回来的 很快就会有几个医护人员 要被隔离 甚至有些更加惨的就是 由于这个病人 他们感染了 所以连工都回不了 所以在这里 让我看到的就是 这次 至少在美国来说 科技当然很重要 我自己也很感恩 去到2021年 我们至少看下去 都应该有曙光的来临 但都让我自己知道 反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守望相助 这个基建要更加改造 和变好才是更加重要 是 实际上有很多的配搭 好像我们经常都 可能在新闻那里都听到 你就算是给多些的病床 加建一些的病床 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没有人手 医务人员是这么多 你加建一些病床 不够医务人员去治疗 或者去帮助这些病人 都是没有用的 又加上好像你刚才说 设施都没有准备好 你多几个病床在那裡 一样是不能帮助病人 是的 其实欣涂除了说人寿 我这几个星期 其实有个很深刻的体会 我其实是在精神科的住院服务上做 和精神科的急诊室 由于我们也接触不少的 无家可归者 或者是一些濫用药物 而之后带入来的病人 其实这群病人当中 有不少都是有COVID的 也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精神状况 根本上他们都不能 跟我们说出 他有呼吸不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但是这一轮 由于有不少病人 在我们的病房 所以很快就被我发现 原来有一个除了人手之外 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由于在精神病院 我们是要令病人不要去自杀 我们很多时候 是不会把洗手间 放在他们的病房里面 而且由于始终小弟做的 是叫公立医院 不是每个病人都有洗手间 所以当我们要去隔离 这些病人的时候 你也知道 有一个病人可能是有COVID 他是星期一进来的 但是有一个病人 可能他是有机会感染 但是我们未知 他是否真的感染 要多等几天才知道 就星期四进来 你不会把这些病人 放在同一间病房 也不会让他们共用同一个厕所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厕所 现在就惨到是 没有COVID的病人 男的只有一个厕所用 女的也有一个厕所用 但反而另外六七个厕所 就要分配给这些有COVID的病人 或者可能已经感染了 但我们未知的病人 更加被我看到的就是 你也不要去做一个医疗系统 以前还觉得自己是半神半仁 觉得自己是主宰生命 但反而这几个月 我真的看到 不要只是去赞我们的清洁工人 其实真是最伟大的清洁工人 但更加被我看到的是 简单到 连怎样去分配病人 好好的去利用厕所 都会令我们去多了两张病床 或者少了两张病床 没有想到 就算是分配厕所那里 都是要有很多的思考 或者安排 才能够避免他们有一个交叉感染 是的 还有最恐怖的是 1月1日 我们这个精神科急診室 都有几个已经有COVID 我们是需要去等他们过了个冬天 我身边不少的朋友都问我 他们说 Ben 为什么你不把这些病人 放到COVID hotel 大家不要忘记 我那些病人 其实大多数是有精神错乱的问题 我们都尝试过的 就是将这些病人送到COVID hotel 但是不够三四个小时 永远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和人们打架 或者因为他们逃走 所以他们很快地回到精神科急診室 所以我们有时候很无奈 就是要在我们的精神科急診室里 去开一间房 保持这些病人10至14天 但是1月1日的时候 竟然就是这个厕所爆了 然后我也明白 如果我是做那些plumber 我当然不会去碰这个厕所 因为始终也有不少的研究 就是说这些病人排放出来的糞便 都有COVID的病毒 所以结果我们又没有了一个病房 又少了一个病房 又少了一张病床 这些就叫做屋楼兼逢年夜雨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 再爆多一个问题出来 那病床的病房已经这么紧要 或者这么罕有 这么需要的时候 突然间又要封多一个 又少了一个来去用 哇 这里也看到 医院或者医院设施医务人员 甚至清洁的工人 实在在这个疫情当中摆上的真的不少 在这里我们真的要多谢 甚至是一些清洁工人 特别是医院里面的清洁工人 因为他们才能够维持到病房 能够安全被病人入住 天空下的彩虹 实在是胡医生 你这样说起来就被我想起 有很多时候我们想到 在这个疫情当中 去治疗病人的时候 医务人员的人手是很重要 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一些帮助疫情的一批医务人员的贡献 无论医生护士 所有医务人员都是 但你刚才也提到清洁工人 我们真的有时候没有想到 他们都欠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或者很重要的职位 去帮助在这个疫情当中 医院能够正常的运作 我想其实在几个月之前 我都跟大家说过 我自己都不忍心 在我自己的垃圾桶上放垃圾 宁愿走出去外面的大垃圾桶 让他们少一点走来走去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是一个公立医院 我们这个医院的其中一间公立医院 可能1991年来美国 至少那时常常听说 我们上一辈很喜欢做公务员 尤其是做邮差 最多都是被狗追的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幻想 其实可能那些狗没有空追我们这些邮差 但到我自己去到这间公立医院里面 做一个公务员的时候 我才发觉到 为什么这一群清洁工人 是外判了出去的呢 当然我也明白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地方 始终就是 你怎样可以省到钱 就一定省钱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 看着这一群清洁工人 我自己都会觉得 为什么他们明明 可能福利又没有那么好 人工又没有那么高 他们都很努力去做 很快就让我发觉 很多是讲第二种语言 其实他们的英文是不行的 我发觉很多时候 我自己愿意去讲一句 Thank you 他们就很开心 尤其是我这个可能 虽然戴了口罩 都会比较有人认得出的医生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在我走进门口 见到我 就会说Hi doctor 我就很开心 亦都被我去想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们真的在这个疫情之中 他们至少真的 remind了我 其实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 就是好像这一群的清洁工人 也都有不少的教育家 他们很愿意去帮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其实没有这一群人 我想我自己都会开始去怯 就是有时候始终很坦白那句 你说什么的行业都好 就是叫你天天上班 去到有个位置 其实你的心是累的 尤其是你看到很多时候 就算你做些什么都好 其实改变不了 我都好像今次这样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正如我所说 我见到不少的homeless 可能大家对homeless的印象 就是站在freeway口 或者有些比较喜欢去日本浮食 就是在第三阶的 我们这里叫贫民区的那些 无家可归者 但我其实到了 我想是到了这几个月 我才发觉原来我们有另外一群 大家都不会察觉到的 无家可归者 不妨想一下 其实加州阳干与海滩 有不少的 可能有轻轻的精神病 可能他们有少少思觉失调 但他们又可以有少少能力去做到 他们又未必卖到屋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trailer 就是一个这样的车 很多都是泊在我们的state park 就是这个州的公园 直至好像是十二月头 那天我发觉所有的state park 就散了 为什么我会知道 就是小弟就很希望去state park 享受一下阳干与海滩 很记得那两天突然之间 是十几个病人 都是那些park ranger带来的 有五六个 就是因为他们被人赶了出去之后 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要回到那里住 有些是由于他们思觉失调的缘故 所以他们就弄烂了一些我们州的建筑 爬进去住 但其实让我反过来想 就是当我们很多我们以为很好的政策 其实我也明白 就是当我们说因为这个病 他们是会互相传染 所以很希望民众不要去到这些公园里面 但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过 在这些公园里面有很多病人 他们是在他们的trailer里面 他们根本上本身有足够的距离 但反而反过来 当我们拿到这些简单的地方 他们无家可贵 他们无处可逃的时候 很多是因为他们情绪不稳 甚至他们那一刻受不了这个压力 受不了这个新的挑战 而更加令到我们的急诊室 我们的emergency room psychiatric emergency room 更加多病人来了 所以露宿者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不是很简单去处理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这个情况 为什么不做这些不做那些 但实际上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加上有时候露宿者 真的有精神不稳定的时候 问题更加严重 是的 好像之前 因为露宿者很多被人要求 他们去project room key 就是政府给他们住的地方 但其实有一件事我发觉了 有一些精神病患 通常他们根本上 由于他们病的缘故 或者由于他们已经习惯了在街上 他们根本上是不会住在那些地方 不要说他们先搞不搞事 当他们去逃走 他们又被人带到我们 也反过来 有不少这些无家可归者 他们很喜欢聚居在我们的贫民区 我们的skate road 所以当之前去清理 这个无家可归者的问题的时候 可能这么巧 或者说真的 大家都没有想过 就是说 当其中一个 这些无家可归者 有COVID的时候 一传十 十传二十 二传四十 结果是令到我们之前 其中一个很大的 rescue center 大约43个人 他们感染了COVID 所以其实在这里 真心一句 我也明白的 尤其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始终可能由小到大 都会觉得 可能无家可归者 他们是不愿意努力自力更新 但至少在我这个往都十六年 做一个精神科医生 被我很多人看到的 有不少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可能是因为 因为他们的精神错乱 也当然 有不少是因为濫用药物 也被我看到 有些是因为 那一刻 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屋 很快他们就会觉得 我就算住在一个 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 只要那里有一个 冲凉的地方 我第二天可以回到一份工 我可以去重建我的人生 甚至可能虽然在我们 华人社区 不是经常发生 但是当家里有这个 家暴的时候 有些女性 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 去到这些收容所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始终在COVID 这个病当中 激发了更多社会问题 可能在经济好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未必会留意到 亦都经济好的 我想不少的听众们 你们都会愿意伸出门手 但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可能当大家都在担心 自己的三餐饭的时候 更加没有想过的就是 在我们社会里面 这一群的病人 而这一群的病人 正正是我们洛杉矶 今时今日解决不了COVID 的问题之一 因为当他们自己 都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 他们住的地方 又不断去互存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算我们有多么多的科技 也好 就是一些简单 以人为本的问题 我们暂时是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精神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 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提倡 如何维持精神健康 当我们精神失去正常的时候 是会令到我们的生活 有一个乱坠 而照顾一个有精神问题的人 如果家庭当中有一位不幸是这样的时候 你都知道是需要你多少的精力 需要你多少的耐性 去帮助那个人 去能够重拾或者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这里都知道 或者加上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常会觉得也影响了很多人 就算平时精神都是比较正常的 都变成了有精神问题 因为那个压力 那个担忧 那些未知之数 或者真的失了份工 这些全部都会令到我们 在这个精神方面 开始有一些低落 甚至去到一个情绪病 这个又加添了那个问题 你不要再加上这个疫情 所以这些真的是雪上加伤的一个情况 我也可以想象 匯医生你在治疗这些人群当中 都比你很大的很扎心 或者是很沉重的心情 就是看到不断 好像做极都不完的一件事 或者做极都不是很帮到一个情况的一件事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心情 这个也是很感谢 我觉得在这里再次去感谢一些医务人员 他们是不治劳苦的 不断的 我们现在说的 已经差不多到十个月了 这个压力和沉重的心情 我们都是真的多谢 多谢医务人员 他们继续的摆上 来去帮助我们 那就是很多谢胡医生 你都和我们分享一下 那个情况 给我们 都多一点的了解 多一点的去 去多谢你们的那个献上 天空下的彩虹 好了胡医生 其实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还有些个案和我们分享一下 给我们能够多一点的认识 也都懂得如何去关怀我们周围的人 其实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我们更加需要互相的守望 就好像你刚才说到 有很多的怒宿者 某一程度成为怒宿者 就因为他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没有人能帮到他 所以最后就轮落到怒宿者的情况 但如果我们在周围的人的网络当中 我们能够多一点互相的守望 希望能够帮得一个就帮得一个 刚刚在广告之前 我都被欣涂搞得很沉重加沉重 因为始终对我来说 最简单去想就是 天天有得上班 其实真的要值得感恩 尤其是我这些都叫半个移民 自己都会记得 当年自己父母来到的时候 都真的叫捱过 我想刚刚欣涂说到医务人员 我想不要说医护人员 其实现在大家都要为两餐辛苦的时候 我反而反过来想到的是 有一天我其实 刚巧就早上被试完 已经知道自己是没有COVID 已经全身穿了 已经穿了全套衣服 要进去看一个COVID病人 突然之间 电话就响了 原来就是我自己的家人 撞了车 那天整个洛杉矶园的医务人员 爆了 那个救伤车的人就打来说 你可不可以和你的家属聊一下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我们 带他进去急症室 他们那里都说得很值得 如果带他进急症室 待会他染到COVID 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都很感恩的 我这个家属都听教听话 虽然撞了车 身体很痛不舒服 都愿意回家 在这里其实都被我想到 我那刻始终永远是自己的家人 已经不理三七二十一了 老闆都没有找 就找同事就说 你可以帮我帮忙 我家人出了事 我想我那时候 紧张得完全忘记了 我身边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是work from home 怎知我自己 已经脱了整套gear 扔了整个口罩 衝上车 然后突然醒醒 我最好的朋友 在家里 他可以很快地去到 然后当场说话 就完全是不经大脑 可能说话都吓了我那个朋友 结果我那个朋友 好像牙都没有拆 衣服都没有换 就出去拯救了我这个家人 我想在这里 都被我想到 其实我们华人 有一件事都叫好的 就是在移民当中 大家会守望相助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 难关难关 永远都要靠 大家一起去过 亦都让我想起 我这个家人 2021年就让我去 说说我妈 我妈 就是一个比较粗声大气 有时候 生气起来 都挺恐怖的人 但是她 从小到大 教识了一件事 很记得她 她还笑我 她说 你以前做花仔 在香港这些肥头嘟老的肥猪监 做花仔都有市场 那时候就有个有钱人家 就请我做花仔 就封了一封大礼仕给我 接着原来这封大礼仕 就被我这个傻傻傻的人 给了在香港的一个 无家可归的老人家 但是我自己也不太记得这件事 但我反而很记得 我这个家人 在我很小时候 我就记得她 看到一个婆婆 拖着自己的外孙 而我记得 这个婆婆的子女 是死了的 所以其实这个婆婆 是带着这个外孙 我妈那时候 看到别人的眼睛 不知是眼睛 始终小时候 我忘记了是什么病 竟然拐大了别人的外孙 去看眼科医生 很差那句 当年香港八十年代 看眼科不是便宜的 我自己反而在这里 会让我去想到 就是说 其实真的也是那句 互相的守望相助 因为始终你说 情绪这些事情 其实不到我们控制 很差那句 在一个好的环境当中 当然了 大家幻想这个情绪病的 机会率是很低 但当环境不好 可能就算好像2009年 2008年 这个金融危机 都不是那么多人被人炒了 但反而这次 其实被我看到的 是一个很贫富懸殊的现状 就是好像我都说 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 他们在这个危机当中 其实是受益者 因为他们可以work from home 其实我自己都不怕说 我有时候见着我这群朋友 我心底里面都很生气 因为我自己就天天要 要駕駛车上班 天天就要去想 自己的车子会不会爆 但反而当然 我想听众们都会心里想 你价格的也是叫医生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大众行业之中 有不少人像你那样 天天要捱女孩 你凭什么去投诉 其实在这里 都被我去想到一件事 知足常乐 而且当我们要去比较那一刻 其实就会令到我们的心境 不是太过云巡 但是在这里都被我反过去想起 当我那天 我自己最感恩的是 其实那个救伤车的救护人员 他们是担心我妈感染了COVID 多过他们是因为这些急症室没有病床 因为其实那一刻救护人员都说 其实我们还知道哪两三家医院 还有最后那几张病床 但是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 所以让我看到 其实真的 在这一段环境 不单止要去想的就是说 我们的科技有多昌明 就是在这里 我都说过 就是说我来周五 都有机会去打我第二支 vaccine 我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到现在没有穿没有难 所以如果大家是平时要逼住 如果遇见不少的人的话 大家都应该去考虑一下这支 vaccine 到三月 当我再上来这个电台 还听到我的声音 大家都知道 我没有变成什么金刚 異形 所以不需要太担心 但是第二 都被我想到的就是 基建 我想当我们这个环境好 尤其是我们的华人圈子 真的要很靠我们的华人的政客 或者我们的华人圈子 去继续令到我们一个比较 好像是公立医院 比我们基层用的设施 是要更加的好 但是最后的 都真是以人为本 真是最主要是大家 互相去守望 去过到这个难关 真是的 记住去 如果大家都打算去买东西 光顾一下附近的那几间餐厅 都真的去 有时候去感恩一下 我们身边有很多真的上班 但是根本上是赚10元 都不知道有没有 12元的时薪的朋友们 所以胡姨先生 你是很好 从妈妈的例子当中 去帮助人的例子当中 也影响了你一生 好像你今天 也是有一个 愿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也是一个很好的影响 还有在这里 实在可以再一次呼吁 或者是我们更加在困难中 逆境当中 守望相助是很重要 守望相助 好像胡姨先生 你自己都想起一个好朋友 能够立即帮到你 那个我相信 对你来说 在那一刻是一个减压 在那一刻是一个舒缓 你也可以想象 在困境当中 如果你没有人跟你舒缓 你的压力是越来越 增大的时候 是真的会 精神是会挫乱 会失调的 这个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发觉 我们能够维持一个精神健康 是一个真的一个祝福 你要这个精神失调 是很容易一件事 就好像今晚 我们最初说到 在这个公立医院里面 由于一些基建是比较落后 所以当这些氧气 需要去到60倍的时候 分分钟会爆了一条管 所以其实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去面对一个艰难的时候 我们的基建就真的这么多 但问题很重要的 就是靠大家在2021年里面 去互相守望 真的不要看那么多政治的事情 最重要是想想 我们身边的这个社区 其实真的有很多东西 值得我们去观望和欣赏 是的 能够舒缓彼此的压力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帮忙 那你就已经是令到整个困境 能够容易一些过 当然都是困难的了 但是最低限度容易一些 有人跟你打气 有人跟你一起去舒缓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 我们的电台 实在都是不断跟大家一起打气 给一些正面的消息给大家 亦都给一些正面的信息给大家 希望跟大家一起打气 一起去度过这个难关 在这里也很感谢胡医生 你继续去献上你自己的学识 你自己的才能 是为我们有需要的人来帮助 多谢你